众所周知联盟里bug非常多 职业赛上出现的也不少 这不就在前两天 EDG对阵老干爹的比赛中 EDG的AD选手选出大嘴 22分钟团战 在被先手打成残血的情况下 闪现过墙走上绝路 没办法只能直指对面AD 想来一手一换一 但无奈血量太残 A了卢西安两下就没了 然而就在这时 卢西安血量却被不知道哪来的伤害打到 剩余血量正好被大嘴炸死 通过回放破案了 原来这一下正是大嘴的尸体A出来的 实际上已经存在很久了 因为大嘴在变成尸体时 射程虽然变成了零 但也不是复数 所以只要模型与目标重叠 依然能触发普攻 而这个bug也不是不能解决 比如凯南开意和牛豆放W 改成复数就好了嘛 但设计师到现在都还没动 你天天是真忙啊 你好辣嘛大声干什么嘛 实际上职业赛场出bug 也不是一回两回了 比如S6的飞天巨魔杀人事件 还有S10的排眼刀 斩草除根事件等等 这些出bug的比赛 有的被时空回溯了 有的当时没发现 就那么过去了 影不影响公平咱不知道 设计师工资好拿是真的